好,下面呢,我们再拓展一些跟一问代夫词相关的还有指示代夫词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指示代夫词的构成 它的构成呢,是大加上三格四格的介词 那么当这个介词前面是原因字母的话,还是要加一个r 那么比如说,大加fung变成dafung 大加fue变成dafue 大加暗,因为暗是前面是以原因字母开头的 所以要变成dafung 大加übe变成dafue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构成 指示代夫词的构成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用法 它的用法呢,就是指上句中已说过的事情 与下文中接着要提到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语言更加的简练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Ir wartet hier auf den Bus 你们在这儿等公交车 Warten,固定搭配,加介词auf,等待什么 auf后面用第四格 Wir warten auch darauf 我们也在等 那么因为上文已经提到了等的是公交车 所以下一句呢,如果再说我们等的 我们也在等公交车 就非常的啰嗦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代夫词 它起的作用就是下文接着要说的事 用来指代下文接着要说的事 Diskutigen是讨论 讨论什么事情 加介词Uber Uber at was diskutigen 那么Uber后面如果不是一个名词或代词 而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的时候 那么这个前面就需要用到代夫词来指代后文将要提到的这个句子 所以就出现了Dakweber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他们在讨论关于什么呢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什么时候能开始工作 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给出了两组对话 让我们把空白的地方添出来 那么首先看第一组对话 A说 Ich freue mich auf den Besuch meiner Freundes Sich freuen auf 表示对什么事感到期待 那么这里边说的呢 就是我期待我朋友的拜访 那么B说了 Fre mich auf 那么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对此我也非常的期待 那么这个对此就可以用到我们刚刚学过的指示代夫词 来指代上文提到的事情 因为上文我们用的介词是auf 那么后边呢 我们相应的就用大跟auf构成一个指示代夫词 Dakauf Dakauf Fre ich mich auch 表示的就是 对此呢 我也非常的期待 下一句 Ich denke immer an die Reise in Deutschland Denken an 想到 我总是想到在德国的旅行 那么下一个人说了 Denken ich selten 那么对此呢 我想的很少 那这里边的这个对此 还是指代上文出现的内容 上文的介词用的是an 那么这里边用的就是 Dahan Dahan Denken ich selten 对此我想的很少 好 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两个代夫词 一个是指示代夫词 用大加上介词够的 一个是以问代夫词 用wo加上介词够在一块的 那么这两类的代夫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看一下下面的说明 那就是只能用于无生命的物体 不能用于人 也就是说他们其指代的这个作用 只能指代事情或者是东西 但是不可以指代人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Thomas ist my student colleague Thomas是我的大学同学 Ich denke oft an ihn 我总是想到他 那么这里边 因为Thomas他是一个人 所以我总是想他 就不能说 Ich denke oft der Han 而应该是 An加上人称代词 Ich denke oft an ihn 再比如说下一句 Mit wem spielt er Mit seinem Kind 他和谁玩 他和他的孩子玩 那么这里边孩子也是指人的 所以前面问的时候 就不能用 Vomit来提问 而是应该呢 用借词 再加上疑问词 Mit wem spielt er 我们来做一组练习 把给出的空填上 那么 A说了 Spistu am Lipsten 后面是问句 那么B回答 Dohis 那Dohis呢 他是一个人名 所以上文显然问的就是 你喜欢 你最喜欢和谁玩呢 下面呢 就是和Dohis一块玩 那上面因为是 接的是人 所以就不能用以问代附词 而应该是用借词 加以问词 Mit wem Spistu am Lipsten 下面呢 Mit do his 然后再下边 Spiller is auch der Ganner Sie ist eine gute Spielerin 那么我也很喜欢和他玩 他是一个很好的玩伴 那前面我们说的就是 也喜欢和他一起玩 因为这个他还是人 所以应该是 Mit ihr Mit ihr Spiller ich auch sehr gern 而不能用 Damit来替代 好 再看下一组 下一组 Whatest du 回答 Einen Einhof 一个电话 那么上面显然问的就是 你在等什么 然后我在等一个电话 那么上面就可以用 疑问代附词 因为等的东西呢 它是一个事情 或者一个东西 不是人 那么这个地方 就应该用的是 Werhoff Whatest du 然后下边回答 藉词 Alf einen Einhof 然后下边还有一个空 Canst du noch lange warten Das Telefon ist kaputt 那对于这个事呢 你得等的比较久了 这个电话坏了 那么关于等的这个东西 那应该是 Dar half Dar half Canst du noch lange warten 对此呢 你要等很久了 好 我们再做一些练习 用疑问代附词 或者是指示代附词 来翻一些句子 第一句 你在等什么呢 等待待待待待待什么东西 或什么人 加借词 那这里显然呢 是对借词 后面进行提问的 所以应该说 Werhoff Whatest du 用疑问代附词 Werhoff 下一句 Thomas 我们今天讨论什么内容 讨论 Diskutieren 关于某事 加借词 Uber 那么问的是 今天讨论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够一个疑问代附词 Werhoff 那么这句话 就可以说成 Werhoff Diskutieren Werhoff 好 下边 你和谁生气 那么和谁生气 生气呢 叫做Egen 做反身来用 This Egen Uber 可以加人 也可以加事情 表示对某人生气 或者是对某事生气 那这里边呢 是一个人 所以就不能用 代附词了 而应该是用 借词 加疑问词 那么这句话 就可以说成 Uber Win Ergast Do Disk 那 Uber 后面加的是 第四格 谁 要用第四格 形式 Win Uber Win Ergast Do Disk 下一句 你昨天和谁 待在一起 还是问人的 所以也不能用 代附词 应该是 Meet Win Meet Win 好 那么这句话 就可以说成 Meet Win Bist Do Gast Gab Blieben 下一句 我们在等谁呢 那么等某人 还是等的是人 所以还应该是用借词 加疑问代词 Of Win Of Win Waten Win 好 下面 对此 我非常满意 那么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 这个对词指的就是上文提到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里边对什么满意是加接词meet的 所以可以够一个指示代附词 Da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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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 Ich Zufrieden Damit Bin Ich Zufrieden 好 下一句 对此 他特别期待 期待我们可以说词组 Sich Freien Auf 那么对此就可以用Darauf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Darauf freundt sie sich sehr 下一句 对此我已经和你说过很多次了 那么和某人说关于某事 对此我们就可以用Mit jemandem über etwas sprechen这个词组 那么对此就是对über后边的内容进行的指代 应该用Darauf freundt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Darauf freundt habe ich schon mit dir Mir muss gesprochen 和某人谈论某事Mit jemandem über etwas sprechen 我们看下一句 他对Tim能在我们公司工作这件事 非常感兴趣 对什么事情感兴趣 还是可以用 Sich interessieren für 那么他对后面Tim能在我们公司工作这件事 那么这个显然呢需要用到一个从句了 那么我们先说主句 主句呢就是他对此感兴趣 Er interessiert sich dafür 就是用来引出后文将要提到的内容 后边接从句 Das Team bei Wünze und Firma arbeiten kann 好看一下这句 Er interessiert sich dafür Das Team bei Wünze und Firma arbeiten kann 我们看一下下一句 我们在讨论我们公司是否应该研发这项技术 讨论关于某事 Discute und Uber 那么Uber后面的内容呢还是一个从句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代附词 Darheber用来指代后文将要提到的事情 那么就是Wir diskutieren Darheber 后边呢是否用OP来连的这个从句 OP我们的公司Wünze und Firma 这项技术的Technik 研发研究和发展 Er forschen und entwickeln 最后呢再加一个情态动词 应该so再放在句位就可以了 那么这句话就可以说成 Wir diskutieren darüber Ab Wünze und Firma Diese Technik Er forschen und entwickeln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代附词的内容 包括疑问代附词和指示代附词 我们下期见